辽宁振兴首先是工业振兴 我省未来将如何抓住供给侧改革这条主线 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 培育壮大新字号 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本台专访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 厅长苗志民 苗志民厅长将全省工信系统2021年工作总体思路概括为 认准一个目标 把握两个着力点 做好三篇大文章 汇聚四面八方力量 一个目标就是要辽宁工业振兴 要抓好数字辽宁制造墙所 两个着力点 一个是用数字化来赋能传统产业 要利用我们辽宁省的数字的资源优势和场景的资源优势 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 另外一个就是要抓好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做好三篇大文章 是今后一个时期 辽宁推进结构调整的主工方向 省工信厅已经成立工作专班 制定了三篇大文章专项行动计划 改造提升老字号 就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装备制造业融合 我们要建立我们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深度开发原子号 就要抓好工具车结构性改革 抓好我们兼并重组 优化产业布局 发展新材料 是我们的石化 冶金 零媒产业 这个转型升级 培育壮大 新子号 就是我们要发展战略性新一产业 高技术服务业 这个高技术制造业 我们培育先进制造业基群 做好三篇大文章 我省将在项目政策上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 同时加强省职部门间 聚力协同 打好产业科技 金融 人才四位一体的 现代产业体系组合权 我们要发挥我们四面八方的力量 我们省 市 和国家 要三聘共振 尤其我们要促进 我们兄弟省市的 互签式发展 促进采源链的协同 最后我们供应厅 要锻炼一批 想干事 能干事 干城市的 铁军队伍 本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